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小树简兆 今天是正月十一 咱们开工也是有两天了 上一期视频咱们更新完以后呢 有些小伙伴问我 有没有这个比较高端一点的 就是带激光导航的扫地机器人 好 今天的话咱们就安排一批 一共是有几百台 这个是小节的智能扫地机器人 可以扫地 然后也是可以拖地 这个就算是比较高端的了啊 目前主流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该有的功能呢 它都有 而且也是箱中箱 全部都是全新没有拆封的 原箱原件 给大家看一下 全部都是现货啊 然后这个货呢 是非常的板正 非常的整齐 这个是双层包装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箱贴 这个是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M1 然后还有M2 这两个型号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只是说这个电池这个续航有点区别 其他的方面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通过这个外箱标示的重量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M2呢 是6.4公斤 大家看一下 然后M1的话是6.2公斤 它俩这个电池呢 一个是3200毫安 一个是5200毫安 就是电池有点区别 其他的方面全部都是一样的 包括功能 还有这个配置什么的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然后咱们呢 全部都是现货 全新没有拆封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封条 都是工厂直接出来的这个货 小节的 然后我是拆开了两台 它是箱中箱嘛 然后外边一层这个黄色的运输箱 然后打开以后呢 就是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了 带这个提手 不管是岁用还是送能 都没有任何问题 打开以后 首先是有这个说明书 然后这个APP呢 重点说一下 它用的是涂鸦的这个涂鸦智能APP 所以说这个永久性可以使用 免费使用的 这个安全性还有稳定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咱们把这个泡沫拿起来 然后这个黑色呢 是M2 M2全部都是黑色的 所有的配件全部都是齐全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M1 右边这个呢 是M1 M1的话全部都是白色的 大家通过颜色也能分辨的出来 M1还有M2 它两个这个外观都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这个大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才咱们也已经说了 这个M2这个电池要稍微大一些 是5200毫安 然后M1的话是3200毫安 这个是黑色的 非常重啊 非常有分量 看一下这个配件 有这个过滤的这个耗材 还有4个这个边刷 后期咱们如果说用坏的话 可以替换 原厂直接就带了4个边刷 然后这个是充电机座 它支持自动回冲功能 包括这个电源 还有这个是霍尔的这个电控的水箱 同级别里面这个水箱容量也是非常大的 250毫升 它这个是支持扫地 然后吸尘 包括这个拖地 有拖地功能 原厂还多附送了一块这个拖布 这就是所谓的配件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M1是白色的 右边这个是M1 机器都是一模一样 这个重量是非常重啊 其他的配件全部都是一样的 咱们就不过多介绍了 包括这个拖地用的 智能电控的水箱也是有的 一样 这个配件都是通用的 然后两个熊号 M1还有M2 咱们收回来的这个小节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呢 一个是400多 一个是500多 它俩差大几十块 得到100块钱 我先把这个包装道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样式 好 打开以后 大家看一下更喜欢哪个颜色 左边是M2 右边是M1 一个黑色的 然后一个白色的 功能都是一样的 全部都有这个激光导航 上面这个就是激光扫描的一个装置 看 突出来一块是吧 之前咱们收过一批德国蓝宝的 也是带这个激光导航的扫地机器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它都是同一个代工厂 然后那个呢 反馈是非常好 口碑呢 也是非常好 同样那个APP呢 也是用的这个涂鸦智能 跟咱们今天收过来的这个小节的扫地机器人一样 都是需要用这个涂鸦的APP 然后这个集成盒 就是非常方便拆卸啊 一拿就可以拿下来 他们可以换上咱们那个电控的 智能电控的水箱 然后就能实现拖地的这个效果 这边是卡扣式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M1 同样的这个集成盒也是非常方便拆卸 一按一拉就可以拿下来了 今天咱们拍视频呢 就不详细的测试这个小节的扫地机器人了 因为之前咱们收过那个德国兰宝的 我看这个样式啊 包括这个按键 都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它毕竟是同一个代工厂啊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咱们之前 发的那个德国兰宝的扫地机器人 反正那个口碑是非常好的 懂得三难懂咱们就不过多说了 这个肯定是个好东西 谁用谁知道 一用一个不吭声 绝对是非常好用 而且这个是比较高端的 这个激光雷达扫描 然后连接涂鸭APP 可以绘制地图 然后支持四动回冲 然后也是可以拖地的 基本上 智能扫地机器人该有的功能呢 它都有 好 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看一下 咱们400多 还有500多 收到这个M1还有M2的 小节扫地机器人 怎么样 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关注一下离小路减肉 后期有更多更好玩 更便宜东西 我会分享给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见